沉痛的莫哀悼 伟大的球星Kirby先生和他的女儿坠机而亡 这真的让人心都碎了 Kirby先生这个我们打过几次交道 他曾经也去过我们盘古 到盘古去过两到三次吧 为人生活中非常客气 为人极为友好 特别喜欢中国人 而且呢 对中国的饮食啊文化啊 还学习过一段时间 还了解我一段时间 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 当时跟着他的一个翻译 翻译的这个手机找不着了 他在旁边就在那个我们的空中四个院 他站在那儿个高啊 他在那儿站着 这翻译说手机找不着了 他就忙着帮他找手机 旁边一堆保镖很客气很客气 帮助他把手机给找到 然后呢一再给道歉说是他的错 印象深刻 还有一次在洛杉矶 在这个SOHO俱乐部 当时我跟那个 变形金刚的啊 这个这个导演 麦可贝 我们几个人还有一帮演员在那喝酒 一大长桌子 他带着几个人来了 还有家人 老远的过去 各个给我们打招呼啊 拥抱 然后呢 最后把单还给买了 因为 不是会员的 你也不能买单 他也是那个会员 所以把单给买了 所以这个人啊 他这个心体很善良 这个 他的骨子里边的文化 跟很多人还真是不太一样 人特别谦虚 特别好 非常希望中国呀 能有健康的NBA 哎 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要说中国有健康的NBA呀 他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 因为当时NBA的三个大佬全在场 他说中国的NBA是听政府的 他说政府是不可能给你个好的体育的 他说第二个 中国的NBA是完全在垄断 完全不是在大家自发的喜爱的情况下的体育 所以体育不自由 他就不是体育 怕不干的 我完全同意 跟1932年的这个希特勒搞的奥运会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一个他说 体育的本身就是要独立的经济 绝不能来自于其他政府和其他第三方的经济 这个他说的太好了 人很少说话 但是说话的时候 非常坚强有力 这是这个当时认识的Kirby 但是昨天我正在飞机上 飞往这来的时候 这个伟大的这种这个心啊堕落了 在这个半年前啊 大家要记住这个真是 哎呦 半年前多了 快一年了 这个有一个 一个预言师 曾经说过几个大人物的事 他说你看啊 很多人 他不相信他说这个图腾文化 他说实际上图腾文化 他给你很藏着很多的密码 他说比如说 他说你看那个 耐克公司那个广告 然后在Kirby那个飞机上 他那个转石星是倒下来的 他说非常不好 而且那个飞机的元号也不好 我说你这 我说你这一说这个你应该告诉Kirby去啊 然后他还说了 几个重大的 2016年选举后的政治走向 他说你看这个人 他说他用了一些最不吉祥的数字 最后结果肯定不好 然后呢 他还说了这个班农先生 说班农先生 有某些方面他是犯了错的 看出2015年2016年 选举的时候他说的话 他说你看班农先生在白宫干不长 还有另外一个明星啊 都活着呢 这都活着呢 如何如何 但是我就昨天这个发生这事以后啊 第一个让我感受的不舒服的 就是这架直升机 Sekrysky的直升机啊 我过去也经常用 但是不管什么再好的飞机 Sekrysky的飞机有大的 总统的就是 它是那个SH-60 大的那个Sekrysky改的 但是呢 这个S-76是商用最多的 商人明星用最多的 好像是最安全的飞机 但是它的尾翼啊 就是方向翼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后来我很少用 这个咱们这个图腾啊 设计还真得注意 但是Kirby真是太可惜太可惜了 带着最好的女儿 真是啊 就是人生命佛家讲的好啊 生命无常啊 无常啊 真的是无常 大家务必要多 好好活着啊 好好生活 人生一世 糊涂难得 难得糊涂 活得太清楚 才是最大的不明白 人知足就会快乐 心简单 就会幸福